一幅幅老照片呈现眼前 有早期农村的街景 制堂时期堂场的演变 还有记录着当地历史及岁月的 银王故事等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南州在地文化 公所特别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筹办老照片特展 期盼带领旅客走进南州的时光隧道 我们南州乡公所在我们的银王前夕 特别举办这个老照片展的活动 这个活动主要是配合我们11月20 至11月25的银王平安庆典的活动 特地在这个银王庆典之前 来举办这个老照片的活动 透过这记录着南州的时光回应 找寻岁月的印记 老照片呈现不仅能唤起 南州人的耳食记忆 也能重新迁细世代情感 不错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南州以前的历史 还有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一些那个村庄的生活 然后那么久远的历史让我们了解 我看的也不错 蛮怀念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古时候的火车 那些都是我没看过的 还有这里的文化跟风景都还不错 都可以来参观 我们透过这个展览的活动 主要是在呈现 从我们以前农业时代 我们的阴王气典 早期简单 朴实 办这个活动 一直演进到现在 我们整个阴王气典的不一样 还有一些在地我们的文化 特色 资产 所呈现的这些老照片 让我们这些小朋友 新生代能够唤起他们的回忆 南州国小配合此次活动 也特别将老照片特展 列入课堂教学中 带领孩子认识自己的奖乡故事 带孩子来看南州过去的文化 透过这个老照片展 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 南州过去的历史 现在的历史 让孩子从小就培养这个 在地文化的胸襟 跟人文关怀的气度 很开心学校带我们来看 这个摄影站 也可以认识很多 南州的旧文化 也很开心 也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因为很多图片 都跟现在看起来不一样 我以前都没有看过 很特别 让我能了解更多 南州在地的文化 印象南州文化在造老照片展 从即日起至11月23日 在南州国志站展展出 外民众涌又到访 看老照片说故事 找回南州人共同回忆 也让新世代找寻历史痕迹 评论是我们听张正豪采访报导 在北州边的地方 在北州访问